感觉心态上有问题 Hello大家好 我是XYG教练哲希 今天的比赛我们整体看完了 感觉到的就是有机会 但是插一口气 特别的可惜 你也有这种感受吗 是的 在哪些地方你会觉得说 今天就是感觉 要回去好好跟大家复盘一下的 都有吧 各种问题都有 尤其是就是我们包括解说系 也聊到的说你们第四局的这种优势 在您看来 训练赛里面也会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吗 还是说在这个赛季 或者说新版本到来的时候 才会慢慢出现的这种问题呢 一直都有 但是大家有没有说 想办法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用哪些方法 一直都非常想帮忙解决吧 然后包括兵器的复盘 经常会我们在讨论很多方法 想把这个秦宗奇 如何终结游戏的方法 把它贯穿到比赛里面去 但是今天还是没做 就是实际上大家在去 吸收和领悟的时候 可能这个速度还是比较慢 需要后面的比赛了 当然我觉得在这个阶段 可能对于您来讲 对于整个赛训团队来讲 最重要的是去处理 队员们的信心问题 因为从S组到A组来说 是一个降级的过程 想问一下在这个过程中间 你们是如何去做相关的工作的呢 重新看待自己吧 新的开始 新的出发点 也就是说 其实也跟他们开会去聊了相关的 这样的心态的调整是吗 我们知道在A组刚才跟大家也聊了 其实这一轮的竞争压力还是挺大的 因为有很多厉害的队伍上来了 您对于A组后面的格局是怎么看的呢 包括XYG咱们的目标是什么呢 肯定是前二嘛 然后尽量同S组 Hero应该会比较厉害的 今天输的是大家都没想到的 对 还是说希望今天的势力能给你们敲响警钟 当然我们也 需要 对我们也不乏看到你们在队局当中 有很多新的东西 比如说干江墨也的选择和理解 这个在训练赛当中 其实现在还是比较少见到 还是你们和别的队伍都有在出呢 我们经常用效果很好 确实今天也打出了相关的这种效果 也希望你们能够在后面的比赛当中 就更快的去渗透新版本的内容 取得更好的成绩 希望你们速度变快一点 加油教练 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好的 再见 谢谢 拜拜 感觉心态上有问题 我听到他说那一句 他觉得今天没有想到会输给长安涛博 这一句话 我觉得心态上又要调整 我觉得在整个团队的心态上 从主将链怎么说 从整个团队的心态上就有问题